阿莱老师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叫铁牛村 是以前这里很多人都养牛吗 他们是古代 就练铁 然后就把那个肺渣倾倒出来 你关注到了第二个字 忘了第一个字 铁牛 最后它那个矿渣堆在这的东西 它那个残迹就像一条牛握在那 铁矿石的那个渣子 对 所以这个地方从古代开始 就是一个野铁中心 这个 铁矢牛 拓荒牛 老黄牛 这是总书记总结出的三牛的精神 就是在不同的时代 人们始终在带着这三种精神 在不同的领域 努力奋斗 对 你看这景也有点像牛头 明明是鱼尾嘛 鱼 鱼尾 鱼尾 曾毅到了这个村什么都往牛上面靠 鱼尾吧也说是牛头 还有照片啊 我们进去看看 至何者不以山海为远 有艺术匠人创意设计 就现在这种村落都有很多年轻人 真的有很多年轻人 难怪他叫新村民老村民 你看到没有 对 七零后都叫老村民了 在这里 它是依据在这儿的 你看这是做了有机老爷的 到这儿来两年了 他说的老村民不是说年龄老 他说的是本地 土生土长的 是吧 原住村民 三老师吗 你好 你好 欢迎 欢迎 你们是这个村的新村民 新村民 我是九零后 是个超生科的医生 在那个镇上的卫生院做诊 现在 是吗 是的 你们是来这里干什么呀 我们到这儿来 就感受一下铁牛村的 这个新老村民的融合 然后看一下这个村 现在还有没有户口可以落 缺主持 严重缺是一个缺 对 我们特别缺一个主持人